歡迎收看8891的世界盃 不是,是新車單元,我是阿基拉 今天我們來到跟主辦國俄羅斯同一塊土地的中國大陸 來試駕這一款,代表日本選手的Nissan Kicks 這台車的定位是中小型跨界SUV 它在今年的第四季才會在台灣國彩化上市 我相信原廠一定會認為HONDA的HRV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但是Kicks到底有沒有辦法威脅到HRV的霸主地位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所要找尋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也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三個值得買跟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 我們現在坐在Kicks裡面 但當我們一坐進來這台車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它整體的內裝設計跟以前的你上停駕車其實不太一樣 首先它採用一個觸控式的整個介面 所以你看不到很多很複雜的按鍵 再來是中控台前面它採用一個皮質包覆 這樣做確實讓它整體車式的質感是有所提升的 那我們來看看配備有什麼好了 首先很可惜的 它方向盤只有上下調整功能不能前後 上面也沒有換擋波片 但有個好處是採用一個小環境的方向盤設計 轉動這個方向盤的時候 它是比較輕鬆比較省力 而且它的路感回饋也是很確實的 這在你開車的時候都是很有幫助的 方向盤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有音響以及藍牙系統的控制按鍵 面積夠大實際按壓起來的手感也很明確 操作體驗算是不錯的 方向盤右邊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片空白 那這個地方呢 本來是用來放定速循環系統的控制按鍵 那在中國大陸市場上面呢 它全車系都沒有配定速循環系統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將它進到台灣之後呢 這裡會有一個ACC自動更測的功能 儀表板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採用數位式加指針式的設計 那右邊的指針式呢 是用來顯示時速的 那左邊的儀表 你可以選擇你要看轉速表 音響系統 或是你的里程油耗資訊 另外如果說你想要更明確的知道說 你的車道偏離警示 還有AEB緊急煞車系統的作動狀況 你可以把這個圖示放到最大 那我們看看車載系統的部分 車載系統它是採用了原廠的車載手機 那我們回到首頁 我們可以看到它整合藍牙 USB、R16等等功能 同時最重要的 它提供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手機的鏡射功能 在功能性上面呢 確實是滿完整的 希望到時候進來台灣 也可以擁有這套系統 我們現在來看看空調系統 但看到這個空調的介面 我其實是有點不解 因為目前中國大陸販售的KICKS 都沒有恆溫空調系統 那在台灣市場 如果說你買了頂貴的車型 卻沒有恆溫空調系統的話呢 我想大家應該會是有所抱怨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排檔座的部分 它的排檔座的設計是屬於方形的 握持的手感其實並不算很好 那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會發現它檔位很明確 明確到了甚至是 需要有一點死力的狀況下 你才可以去切換檔位 但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到底沒有什麼不好啦 因為它可以減少你換檔錯誤的機會 另外在這台車上呢 它是有倒車顯影的功能 排到R檔的時候它會自動切換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收納機能的部分 在排檔座前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蠻大的空間 它主要就是拿來放手機以及雜物 那像iPhone Plus這種比較大的手機呢 也可以直接放進去 這裡還有一個12V的電源 USB以及R10 IN的插座 所以跟手機相關的功能呢 在這邊都可以獲得一個解決 翻檔座後面 這是一個小型放凌錢的地方 另外一個放凌錢的地方 在方向盤的左下方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小空間 除了說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呢 它裡面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你只能夠放一些比較小型的物品 那比較大的地方呢 就是在手套箱這裡 不過它沒有分類的機能 所以東西放進去呢 是會比較雜亂一點的 至於在自備功能部分 是配置在安座的後面 你可以發現它兩個自備空間呢 其實距離是比較大的 所以說你在放置東西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互相卡在一起 但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當你扶手往前推著的時候呢 它後面這個自備空間呢 是比較不容易使用的 這一點就是需要注意一下了 後座空間大嗎 我們現在坐在KICKS的後座 一坐進來這個後座呢 我們發現它雖然沒有像HRV那麼的寬敞 但我覺得 那頭部的空間 跟西部的空間 應該都還在大家可接受的範圍內 那我們直接來量量看喔 好 西部的空間對齊我的膝蓋前面 15.4公分 好 15.4公分 但我覺得啊 坐在這台車的後座 它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空間 而是在於座椅的設計 因為當我坐在這個椅子上的時候 我會發現 它的椅背角度呢還不夠斜 所以你座椅還是比較挺的喔 再加上 它的肩部設計喔 其實是比較外凸的喔 所以你坐在這裡呢 你會覺得你背部的服貼性喔 是不夠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配備有什麼好了 那配備的部分 首先沒有後座空架出風口 然後它有兩組ISO-KISS可以使用 那三個座位 都有3.10安全帶 應該不會到了台灣變成兩個了吧 行李箱夠大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KICKS的行李箱空間表現喔 首先我們放進了一個 29吋的行李箱 再放進兩個20吋的行李箱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現在的格局呢 是比較方正的 因為它的懸吊機構旁邊喔 它也做一個平整化的處理 所以在空間的運用上呢 是比較好用的 那行李箱裡面喔 它也有兩個提帶的掛鉤可以使用 另外 六四分離椅背喔 雖然可以往前傾倒 但是當你倒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地板面喔 並不是平整的 所以在應用的範圍方面呢 就比較受限了 駕駛視野好嗎 KICKS在駕駛視野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的A座 算是蠻粗壯的喔 不過它遮擋的範圍喔 是比較偏側面的喔 也就是說 你前面的視野感是比較好的 但是當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的A座視野範圍喔 是不是會遮擋到你的視線了 動力順暢嗎 那麼在動力銜接性的部分喔 其實我來之前呢 我其實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過去喔 你上傳統的CVT變速箱呢 它在動力的反應喔 都是比較偏慢的 那等轉速拉起來一陣子之後呢 動力才會慢慢給你 但是在KICKS上面喔 它起步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很輕快的動力反應 它不像過去喔 你總是要把轉速拉起來 要感覺引擎變長了 然後才會有動力 我認為這一點喔 是這具變速箱喔 做得很棒的一個部分 煞車好掌握嗎 煞車的部分呢 我覺得倒沒有什麼太過於需要擔心喔 因為第一點 它的行程夠長 再來你踩踏實呢 它的回饋反應是很線性的喔 自動力道也足夠 所以呢 我覺得一般人呢 都可以很快的去適應這套煞車系統 另外在這台車上啊 它還有配合一個引擎煞車管理系統 當你油門鬆掉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股輕輕的牽引力道 來幫助你慢慢的去減緩車速 我認為這對於舒適駕駛啊 都是很有幫助的 舒適性好嗎 那麼在乘坐的舒適度方面呢 我想第一個就是隔音了 你坐在這台車裡面喔 你會發現 不管它的車是隔音 方向隔音 來自於底盤隔音等等 都比同級的對手還要來得更好一些喔 所以你坐在這車裡面呢 是比較容易去放鬆的 另外一個就是它底盤的濾震性喔 本來我們預期啊 這台車的底盤濾震性可能會蠻不錯 可是實際上開起來呢 我們發現喔 它在設定上呢 是介於 好像這樣 它在設定上是介於 歐系車跟日系車的中間 甚至會有一點點偏向歐系車 所以你會覺得它路感是比較清晰的 但是呢 它又保有了足夠的舒適性 所以即便你坐在後座 你也不會覺得說 這台車坐起來是很硬很顛的 算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設定 另外在椅子的部分呢 我覺得倒是有個小小的缺點 因為它雖然板型夠服貼 車項支撐也不錯 那坐起來也算是舒服 但是它的大腿支撐喔 真的是還不夠長喔 所以你如果開這車開長途的話呢 你是會比較容易感到疲累的 該買這台車嗎 如果說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分析KICKS的話呢 到底在它身上會找到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是它的操控反應直覺 在一些純代步定位的車子上面呢 你可以發現喔 它們對於路感的傳遞喔 往往並不是那麼的重視喔 但是在KICKS身上呢 你會發現 它並不是一台純代步定位的車喔 你從它的轉向手感 加速反應 然後底盤的設定 你都會發現喔 即使喔 它是採用CVT的變速箱喔 但開起來呢 確實還是滿有駕駛樂趣的喔 第二個優點 是它的隔音表現優於同級 在大部分的你上車款上面呢 我們都會發現喔 它在整體的隔音表現方面呢 往往都是比同級車種還要來得更好一些 那很高興呢 在KICKS身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特色 第三個優點 是它的乘坐質感均衡 這邊講的乘坐質感呢 主要就是包含了底盤的特性喔 坐在KICKS的後座啊 你會發現喔 這台車雖然路感強喔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而是帶有一點Q度 雖然嚴格來說啦 在細膩路方面呢 並不是那麼的完美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設定喔 其實在乘坐的舒適性上面呢 已經是很均衡的 那麼缺點的部分又有哪些呢 我想第一個缺點 是它的方向盤 只能上下調整 為什麼方向盤會成為它的缺點呢 因為你看喔 現在台灣有在賣的中小型跨界效率喔 像TOYOTA的CHR HONDA HRV MAZDA的CS3啊 這些車的方向盤 都是具有四項調整功能的 唯獨只有KICKS 跟NASJEN的U5 它們的方向盤只有上下可以調整 第二個缺點呢 就是它的後座空間較小 既然要跟HRV做一個對打 我們理所當然就會拿HRV的後座空間來比較 那一比較之下呢 你真的會覺得喔 KICKS的後座空間還是比較偏小的喔 如果說你是拿來當作家庭用車的話呢 我想這很有可能會成為猶豫的一個理由 第三個缺點 就是入門車型可能只有兩氣囊的配置 雖然KICKS在台灣還沒有正式的上市喔 但根據過去Nissan的品牌策略來看的話呢 我敢跟各位打賭 它將來的入門車型 絕對只有兩顆氣囊的配置 如果說它將來入門車型超過兩顆氣囊的話呢 我願意請記帶這支影片留言的網友 喝珍珠奶茶 以上優點跟缺點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再自己衡量看看 另外我們也會把競爭對手的影片放到最後 讓大家有一個更客觀的參考基準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按喔 這樣我們有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訊息